同一樓層 姐弟倆各自買了不同的坪數格局 20坪與30坪的空間 都交給楊氏運設計師規劃 機能與風格各不相同 現在一起看看楊設計師 如何為他們客製化設計 楊設計師其實今天這個空間走進來 我們覺得說他的空間 大概有差不多30坪左右 這是姐姐的房子嗎 對 然後整體來講我覺得 真的很適合所謂的小家庭 或是中產階級 可是像進來這空間 我整個感覺是它放大好多 它不只30坪 你到底做了一些什麼格局變動 其實原本它這個格局一進來的時候 它的玄關其實有一個很短的一個小牆面 那我為了讓整個空間看起來會比較完整 所以我在進來的玄關的地方 稍微有幫它延長一點 增加了玄關的收納的功能之外 因為它廚房室原本設計師開放式的廚房 那因為我們玄關把它拉長了之後呢 那我們可以跟著廚房的拉門 可以做完整的一個接軌 所以它看起來雖然隔了一個廚房的拉門 可是並不會覺得讓空間有縮小的感覺 那反而因為這樣的空間會看起來更完整 更方正這樣子 所以它會有放大的效果 但是另外就是整體來講空間呈現出來的 也就是一個美式風格 那但是地上我們可以看到它用的是 這所謂清水膜的現代感的地板 那一般來講這兩個好像是不會聯想在一起 但是我走進來完全覺得它是非常matched的 而且是無限接軌 到底你做了什麼東西 讓它感覺到是很合的 因為建商原本附的清水膜這個磁磚 其實質感其實還覺得還蠻棒的 那我就會建議屋主就是說 我們運用一些大地的色系 比較溫暖色系一點 把這兩個的質感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沙發的這個顏色的挑選上 我們就會挑比較米色系的 然後在TV牆的大理石的部分 我們也是挑一樣的大地色的顏色 讓它跟我們的這個清水膜的磁磚 能夠整個mage在一起這樣子 如果在進門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旁邊有一大片的鏡面 這個鏡面我覺得它有魔幻的效果 因為可以放大空間 也讓整個空間輕盈起來了 是 那其實當初我們在做這個鏡面的時候 除了讓這個空間有放大之外 那我們也延續了整個美式的風格 所以在這個鏡面的部分呢 我們又加了一些美式的線條進去 所以它這樣子並不會覺得說 因為是鏡子 然後又跟美式來講會太過銳利 反而讓這個空間會有放大的感覺這樣子 所以這種現代美式風格 它可以透過色系材質 甚至於是空間的配置 它可以將這個標準的 所謂的空間屏數打造成豪宅的規模 真的很厲害 像一般標準屏數的房子 我發現在我們的TV牆這邊 你做了一些不一樣的設計跟規劃 其實可以讓整個空間變得更大 就像我們今天的規劃一樣 是 因為剛好這個家庭的成員 他們剛好有需要一個書房的空間 那因為在這個電視牆的部分 我又特地有做了一個精算 因為現在家庭都電視會越來越大 那為了讓它可以至少擺得下60寸的電視 所以我們在這個TV牆的部分的高度 我們稍微有去算了一下它的尺寸之外 我們又讓它有加了一些玻璃的元素 那也因為是這樣子 我做了一個轉角的一個玻璃的感覺 不要讓它有柱子去擋到視線 那相對性的它的入口的門 我怕就是那個入口的動線會去影響到 會太小 所以我故意做了一個聯動式的三拉門 讓它可以整個拉起來的時候 是整個可以close的 可是讓它整個收起來的時候 又可以把整個入口的動線又能夠放大 我覺得小小的巧思 但是整個空間我覺得運用起來 就舒服非常的多 那當然所謂的標準平數 小家庭就有小朋友 那一般以這種平處來說 小朋友的房間都很小 所以設計師要怎麼樣去規劃 怎麼樣去配置它 小孩子的房間裡面 它有一個很特別 因為在床頭上會有一支梁 那為了讓這支梁呢 讓它看起來不會覺得特別的突兀 又不會有壓迫感 所以呢我們在梁的梁下的部分 做了一個床頭收納的一個造型 然後讓它除了一個可以收納之外 又不會讓它覺得很突兀 反而讓入口的地方呢 整個看到那支梁的時候 不會看到那麼明顯 再來主臥房 我發現你也運用您的巧思 因為主臥房它 也要有這所謂的它的空間感 然後又要五臟俱全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床位 要不對到這所謂的浴室門 好像這是一個挑戰 是因為在現在的建築裡面 主臥室大部分都會對到所謂的廁所 那為了讓這個廁所 不要對到我們的主臥室的床 所以我們在門面的部分呢 有做了一點小小的改變 就是讓它做隱藏式的造型 讓它不覺得說 好像直接是睡在廁所的旁邊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標準平數 那我覺得楊設金師你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看的是 弟弟的房子 據說比標準平數再小一點 但是它的空間感跟豪宅一樣 隔壁呢這邊剛好是弟弟的房子 那因為這個房子的空間呢 會比隔壁姐姐來講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也因為是這樣子呢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空間裡面呢 有做了一些的改變跟變化 那在我們入口一進來 直接就會面對到我們開放式的廚房 所以我們在這個餐廳的部分呢 跟廚房去做結合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上面就會特地做一個高地的層次 在高的這個部分呢 剛好可以做我們廚房這邊的備品櫃 那地的部分呢 反而就是這邊它的餐廳的用餐區 所以說它這邊呢 又兼具了一個收納呢 又可以做所謂的餐廳上用餐的使用這樣子 再來就是一個電視牆的問題 因為它當初的設計是開放式的廚房 所以呢 在我們的客廳面的主題牆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的TV牆 會比較偏小一點 那尤其呢 又會直接會對到所謂的廚房的爐火 所以我們在電視牆的部分 有稍微把它延伸拉大也拉寬了 相對性來講呢 也會遮到所謂廚房的爐火的問題 那一進來的時候 反而會讓整個客廳的完整度會更高 中小屏數的格局 需要精準的解構比例 才能創造最大的空間效應 今天我們看到楊詩韻設計師的兩個作品 20屏和30屏空間 將限制轉化為設計巧思 把所有的機能妥適的安排 展現不同的格局 不同的風格 實在是相當過癮 想欣賞更多楊詩韻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 明天 明天 明天